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可乐 其实咱们提升阳气最好的办法就是伸蓝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在伸蓝腰的时候会同时打哈欠 阳气在上 阴气在下 在我们打哈欠前的时候 双臂会自然的伸蓝身举 也就是伸蓝腰 这个时候就是在辅助我们提升阳气 当我们觉得累的时候 就会去伸蓝腰 人体的本能就是想去提升一些阳气 用来改善精神和身体 第一个动作 我们的身体站直 双手扶墙 头部 后仰 然后背尽量弯曲 然后臀部提起 第二个动作 保持五秒钟 重复五次 第二个动作 双手和双膝跪坐在床上 然后双肩微松 腰部拱起 做猫身蓝腰动作 重复三到五次即可 体健康 延年益寿 是我们每个人一辈子追求的目标 特别是对于一些中老年人 盲目地去追求养生 而会去花高价买那些被吹嘘的天花乱坠的保险品 有些人甚至陷入骗局 其实通过日常的穴位按摩 就可以起到养生作用 只要坚持 效果还是很显而易见的 第一个动作 晕目 将我们的双手手掌合在一起搓热 然后放在我们的双眼上 这个动作可以提神醒目 缓解眼部疲劳 第二个动作 摩耳 用我们的双手快速地去按住我们的耳孔 然后再快速放开 这个动作重复十次 然后用我们的食指跟我们的拇指去揉捏我们的耳唇 揉捏三十次即可 感觉到微微发热是最好的 这个动作可以提高我们的耳朵听力 第三个动作 按双眉 用我们的拇指 外关节 然后去按压我们的眉部 从眉头开始 可以稍稍用一点力 感觉微微有点疼痛是最好的 然后按到眉尾 再从眉尾 按压 回眉头 这个动作可以重复五到十次 醒神明目 秋冬天气越来越凉 很多人都会出现膝盖疼痛的爱人 腿脚发麻 走路都困难 出现这种情况 严重的连上厕所都顿不下去 今天教给大家两个缓解膝盖疼痛的方法 一起来写吧 第一个动作 扶握踢腿 身体趴在床上 双手的手肘弯曲 用手肘的力量 然后撑起我们的上半身 然后右腿屈膝向上 踢我们左边的腿 这个动作踢两次 然后换右面的腿 注意 咱们踢腿的时候 头部不要特别向后腰 第二个动作 仰卧抬腿 身体平躺在床上 右腿屈膝 左腿伸直 双手交叉 放在冷户 然后将左腿慢慢向上抬起 这个动作重复三次左右 然后换右腿屈膝 然后换做右腿 做重复动作 每条腿抬到二十次即可 我们平时做膝盖运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好保能工作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